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一份包含了有关最佳赏花天气和路线的赏花秘籍成了菲菲的法宝 那么这份赏花秘籍到底来自哪里呢 last night I was searching the internet and they said like the best way to come is this time but I'm so wondering why how can they know that this time is the best time for the flower 你好 我叫菲菲 那走吧 我们就去采点吧 懂气象 懂桃花形态 会拍照 是成为一名追花人的基本要素 但菲菲这位新进追花人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哇 好漂亮 你看这株现在新月还没有出来而花 已经完全开放了这种就是处于生化期的花 生化期的花大概可以持续五天 这株开得特别好 现在我手感觉现在我们温度差不多是25度左右 比如说我们观测下前期的观测数据以及后期的天气趋势 这周应该是比较适合散花的 多年的追花经验让菲菲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一套规律 从每年的1月1日开始 每一天的平均温度累加的数值达到600度 桃花就会盛开 此时就是观赏桃花的最佳时机了 那么今天他们采集的数据结果究竟如何呢 今天我们的激温已经694.8度 已经远远超过桃花盛开所需的600摄氏度的激温 降水的话也是偏少日照的偏多 这就更加导致了今年的桃花普遍开花比较早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你也可以算做一个追花人 好 谢谢 桃枝夭夭夭 灼灼其滑 沿着马路盘山而上 争相开放的桃花将各具特色的农家乐围绕其中 如今的成都龙泉 农家饭观农家景 近年来龙泉桃花固里的农家乐 已经超过了600多家 旅游收入高达60亿元 这个地方好漂亮 正带着飞飞四处游览的人叫李工慧 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成都龙泉艺区人 今年已经是他在龙泉桃花固里 经营农家乐的第五个年头 现在就是说客人比较多 所以全部都摆成这种圆桌了 从最开始 那么就是有那种 就是说会所或者叫休闲庭院的 这种前期的一个考虑 他并不是想只是单纯的做一个农家乐而已 那么他是想做的就是乡村旅游 他其实是从1.0再向2.0 在一个迈进 过去的农家乐常常主打乡村饮食 田园风光 而李工慧口中的农家乐2.0 则是强调互动 重在体验农家生活为主的新型农家乐 这个叫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干什么 我现在的话是在学着做桃花饼 桃花饼它就是一个印记 印记的一个点心 因为在这个阳村三月的话 这个季节的桃花 它是非常有药用价值的 中国民间从古至今 都有将桃花作为保健食品 食用的传统 相传东晋文人陶渊明 就曾隐居深山 并食用野生桃花 而要制作出最美味的桃花饼 就必须采用盛开中的桃花花瓣 以保证饼的口感 成都龙泉以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为食材提供了绝好的生长环境 看 飞机厨好漂亮 试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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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第一次乘坐到飞机 试试 看一个舞台 试试 我們來拍攝影響 可以拍攝影響嗎? 我們可以開始拍攝影響 現在我們在飛機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景色 非常美丽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事情 我非常感兴趣 随着成都旅游业多元化的发展势头 日渐强烈 成都成为了全国为数不多 拥有低空旅游航线的城市之一 从百米高空俯瞰大地 粉色桃花与绿色森林 相应程序 事实上 菲菲这次来到的龙泉一桃花布里 只占成都正在打造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约五分之一的面积 建成后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面积 将达1275平方公里 生态用地占总面积的88.7% 是全球规划最大的城市森林公园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 爱浅红 除了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面积 除了成都龙泉一区的桃花 在成都平原这方环境优美 土壤肥沃的大地上 成都的花卉栽培面积 仅四十万亩 成都周边不同区域 不同品种的鲜花交错绽放 让整个城市一年四季 都洋溢着花的艳丽芬芳 而随着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建成 盛开的花海与繁茂的森林 也将在成都这座国家中心城市里 交相辉映 花众景观城的盛景也将始终延续